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否定句 加了一个不字 这就是陈述句的两种方式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感叹句是什么吧 感叹句就是表示喜怒哀乐等强烈感情的句子 感叹句呢 它的句目通常都是在用感叹号来表示的 在朗读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要用降调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今天天气多好啊 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一般带有语气词和感叹号 这个就是感叹句 再看一个例子 小丽 你真的是太优秀了啊 这个也是由语气词啊和感叹号来组成的 好了 我们来复习了一下陈述句和感叹句分别是什么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陈述句改为感叹句 它的方法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在句中加上表示强烈感情的太真的这一类的词语 第二个是在句目一定要加上表示啊 呀等感叹词这些词语 并且将句号换成感叹号 好了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部有趣的电影 那么我们要将它变成感叹句 就需要在句中加上多么来表达强烈的感情 在句目加上啊 并将句号变为感叹号 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这是一部多么有趣的电影啊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句子 它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这是一个陈述句 那么我们要将它变成一个感叹句时 要在句中加上真 表达强烈的感情 句目加上啊 并且将句号变成感叹号 于是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她真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呀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这部电影好看 这部电影好看 我们在句目要加上 我们在句中要加上真 表达强烈感情 句目加上拉 并将句号改为感叹号 于是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这部电影太好看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们在句目加上多么表达强烈的感情 句目再加上啊 并将句号变成感叹号 于是就变成了 她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 好了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你能把下面的陈述句 改为感叹句吗 世界很美好 我们在编的时候应该怎么编呢 我们在句中应该加上什么 句目加上什么呢 我们在句中加上了真字 在句目加上了啊和感叹号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她很漂亮 这个怎么变成感叹句呢 这个就可以在句中加上真 句目加上啊和感叹词 就变成了她真漂亮啊 再看第三个 美丽的草原让人陶醉 这个怎么变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句中加上真 句目加上啊和感叹号 于是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美丽的草原真让人陶醉呀 好了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陈述句 陈述句 改为感叹句 它的方法有哪些呢 首先在句中加上表示强烈感情的太真等一类的词语 在句语 在句语墨加上表示啊 呀等这一类的感叹词 一定要注意在句尾的时候要将句号换成感叹号 好了 同学们 这些你都学会了吗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吧